今早9時50分 一名女子被發現在跑馬地城和道69號一棟豪宅 有高處墮下 島外平台《救護員》接報講到 證實女子已傷重死亡 警方調查後 證實女子為歌手盧凱彤 初步相信她有二十多層樓高墮下 墮樓原因九代調查 盧凱彤是香港歌唱組合At Seventeen成員 2001年 15歲的Alan和林依文組成組合At Seventeen出道 2011年 兩個人分開發展 Alan推出首將個人專輯惡迷反映熱烈 2013年 Alan首次入為台灣金曲獎 同年 Alan籌備首個個人大型演唱會 壓力過大 情緒開始出現問題 最終在黃耀明的勸語下求醫 2014年 證實幻想草屈症和人群恐懼症 經過一年約密控制和心理輔導 Alan成功走出一埋 去年6月 羅凱彤大方宣布出櫃 並承認在2016年 和同性物友余正平拉上天窗 而翻查他的社交網站 最後發文的日期 在8月2日 他上載了一張自拍照並留言 今日準備去做一件大事 是我踏入三字頭以來 其中一件為自己作主的事 我都好看重 亦都為自己定下一個新目標 以他hashtag 了大事發生前 再次做一件大事發生的事 再次做一件大事發生的事 再次做一件大事發生的事